欢迎收看Kelly Channel 我是Kelly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常常提到 不管你是初出茅庐或是已经生根许久 想必这个声音都一定在你心底想起过很多次 那我们一般人求职的时候 通常都想要满足四个条件 第一个是你一定想要做你喜欢你认为对的事情 再来你有想要这份工作可以满足社会大众的眼光 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也是一份好工作 再来你有想要满足父母亲友对你的期待 然后最后你还想要跟生活有一个平衡 在你休假期间也可以去从事你自己喜欢的活动 那很多网友在看到我分享我自己的生活照的时候 都会很好奇我到底做的是什么样的职业 所以今天我不只要公开我的工作 我还要首次分享在努力耕耘之后 现在的工作到底可以领多少薪资呢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 那我首先就先来解答最多人好奇的 我到底在哪边工作还有担任的是什么职位 我工作的公司叫做Roblox 可能对大部分台湾人听起来比较陌生 它是一个游戏平台的公司 但是跟大家认识中的游戏公司不太一样 就它不是自己做游戏的 就像是YouTube的概念 它是影音平台 但它不会自己做影片 所以Roblox这个地方就是 Developer可以做好游戏上传上去 想要玩游戏的玩家就可以上去玩别人做的游戏 Roblox的年龄层大概都13到15这种青少年的区间最多 如果要用台湾的一个游戏来比喻的话 应该是摩尔庄园比较像 就可能会透露一点年纪 比较小朋友适宜 而且大家可以上去一起share一个experience一起玩的 那很多人可能会有点疑问 看起来我好像不太爱打电动 我怎么会到一个游戏公司工作呢 其实在Roblox 大家工作内容非常多种 比较后端的或是比较数据分析的 跟游戏本身跟用户的界面 几乎是接触不到 所以我自己工作内容也是跟那边很远的 就我自己不会玩游戏 对游戏不太了解 其实跟我工作做不做的好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是怎么找到这个游戏公司的工作呢 如果你有在美国大概求职过 应该都知道一些比较大的求职网站 像是最大的就LinkedIn 像WayUp或Handshake 上面都会有很多的job openings 我自己的方式也是到各大公司 然后去看各种opening 一直狂投猛投 我觉得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是 你可以自己keep一个spreadsheet 就是像一个Excel的表格 然后把你所有想要投 或正在投的公司都列下来 在上面track说 哪些是你已经投的 哪些你正在面试 或甚至哪些被拒了 在上面列的清清楚楚 你就会知道你自己现在进度怎么样 尤其像现在 现在有点是科技业的寒冬 很多科技巨投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都开始有一些裁员潮 所以现在工作很难找是正常的 但是怎么办 就是以量取胜 真的要狂投猛投 直到某一间真的录取你了 那可能那就是 你命中注定的那一个 因为尤其像我不是美国人 我没有美国身份的话 在找工作都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所以就是一直投 不要放弃不要灰心 中间就算崩溃 你就哭一个晚上 然后起来再继续找工作 一定有一天会成功的 最后就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薪水到底有多少呢 基本上工程师的 Pay会分成 Base Pay是给你现金的 加上RSU RSU是 Restricted Stock Unit 是给股票 我的Base Pay大概是在 15万美金左右 然后每年给的股票 大概是 7万美金 所以这样加起来 就大概22万 然后你第一年进来的时候 会有一个签约金 叫做 Sign On Bonus 我的Sign On Bonus 是大概2万美金左右 所以第一年这样加起来就是 24万 最后呢 我觉得做软体工程师 真的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但我同时也觉得 它会让我需要一直不断的学习 一直不断的跟不同人合作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自己觉得 这是一个带给我非常多进步的空间 跟学习的机会的一个工作 软体业基本上最大的本营 还是在美国嘛 就是矽谷 几乎所有的钱 所有的资源 所有大公司的总部都在这边 你如果真的是对这一行有兴趣 那我当然非常推荐你 来美国闯闯看 虽然现在的时局不是特别好 这一波过去之后 大家可能工作会比较好找一点 但是现在就是一个 大家必须要撑过的寒冬期 如果你的兴趣是在其他的行业的话 那当然就是 勇敢去追逐你们自己的梦 就不需要一定要踏入软体业 虽然可能薪水啊福利啊 会非常吸引你 但是如果你踏进来这个行业 这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的话 那你也只会更痛苦嘛 就祝福大家都可以 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